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元元在上个周期获得了更多机会 但是随着蔡斌指导的上任 郑一新也有机会扮演黑马角色 中国女排在复工位置上人才辈出 近几年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年轻队员 除了早已成名的袁新月 另外几名年轻复工 也或多或少的都获得了不少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 其中王元元更是参加了世界杯 奥运会等重要赛事 从国际比赛经验这个角度来看 与郑一新 高一 杨寒玉等竞争对手相比 王元元的优势非常明显 因此 在老将严妮退役之后 王元元接班严妮成为球队的主力 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蔡斌曾说过球队要打快 要打整体 如果按照这一要求 郑一新或许是复工位置上的佳选 郑一新的被飞是所有复工里最为出色 且他的进攻手段也比较多样 和丁霞 凋零宇的配合也默契十足 所以郑一新作为矮个复工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最后 能否逆袭还需要看蔡斌的选择 所以 女排张周集训 第一大悬念就是郑一新能否逆袭 成为复工位置的黑马 第二大悬念则是陈佩妍能否逆袭 接应位置上 蔡斌一共选择了三人 除了陈佩妍之外还有 妙一文和龚祥宇 妙一文和龚祥宇两人的风格较为接近 妙一文要想逆袭的可能较低 龚祥宇作为上周期的主力 如果后辈人才中没有特别好的人才 肯定会继续担当主力 但如果后辈人才中有可培养的球员 那么 蔡斌可能会寻求变化 就国内接应的情况来看 最有可能挑战龚祥宇主力之位的就是陈佩妍 作为国内少有的强力接应 陈佩妍的进攻能力无庸置疑 她的出现也可以弥补 现在接应二号位进攻能力薄弱的缺点 当然 陈佩妍要想逆袭 还需要看后排保障能力 如能在张州集训有所提高 或有逆袭可能 第三大悬念为凋陵羽能否上位 凋陵羽是东京周期的第三二船 来到巴黎周期 她将和丁霞 蔡雅倩争夺一个主力席位 因为是江苏女排的主二船 所以凋陵羽有着自己的独到优势 比如和龚祥宇 尼非凡等人的配合 又或者对主教练蔡斌战术的执行能力等 从三位二船的能力 年龄来看 凋陵羽上位的可能性较大 丁霞现在年龄偏大 蔡斌肯定会开始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蔡雅倩的国际经验较少 且她的二四号位船球 经常有失准的情况 在技术上还有待提高 作为上周期的储备人才 凋陵羽获得亲爱的概率相当的高 第四大悬念是尼非凡能否成主力 尼非凡和凋陵羽一样 都是东京奥运周期第三顺位的球员 和丁霞还在队不同 自由人位置的王孟杰 林立都已离队 蔡斌会从尼非凡 王维一和许家男身上 挑选符合自己技战术体系的自由人 作为上周期的替补 尼非凡能否顺利接班备受关注 和尼非凡竞争的最大对手 应该是上海老将王维一 两人在排协公布的人才库的数据几乎一致 尼非凡的优势是年轻 王维一的优势是老道 至于最后如何选择 估计要看日常的训练水平 女排张周集训已经开启 蔡斌将率领20名球员 在此进行40天的备战 以便确定是联赛 以及今后比赛的阵容 张周集训相较于北伦集训 更注重细节和整体配合 四大悬念也将在张周集训揭晓答案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